DSE 2021 ICT P1A NC 第23题 这题有52%效生探险 题目就讲 Mary收到个不明来历的email Anonymous的email 里面有个attached的档案 附件叫photo.exe email声称包含了Mary 你有些相片在里面的 你开一开它来看就行 Mary真的去execute那个file 按一按它 结果就没有相片去display出来 为什么呢 这个很明显跟网络安全意识有关 基本上一个执行的档案 来自一个不明来历的email 而且是你不认识的人 你随便去开它 基本上都是几危险的 你逐个答案看看 1. No photo editing software in store 即是Mary这个电脑 没有装到图片编辑软件 这样很明显是不合理 都是不对的 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exe档 executablefile 它不是一个jpg图片格式的档案 又不是png、bmp、图片格式 所以基本上你打开它 就不需要安装什么的软件 如果理论上它真的声称 它一run这个program 就会弹一些照片出来 另外即使它是jpg或者png 即是图片格式档 开出来都不需要一个editing software 你只需要一个photo viewing software 2. 这个档案包含了一些 malicious code 即是一些恶意的程式 会损害Mary的电脑 好明显对 因为基本上这些exe档案 来力不明 很大机会都是做坏事的 不会是做好事 3. Email server cannot execute the file 跟着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执行那个档案 就不跟email server 似的 反正这个是跟Mary那部电脑似的 所以这个都是不executable 最后答案是to only 答案就是be for boy